就是老师有什么软体可以介绍我们 就是说怎么去看盘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说要好用的工具跟好用的一些网站 我觉得是很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说我们台湾的 我一直认为尤其台湾的交易人 真的很幸福 市场上有没有虚拟可以下单 我可以下假的 然后可以帮你记录 我跟你讲一堆 但它的资料之广真的有点让我下一个 所以说就我在查资料 我的第一选项都会 哈啰 欢迎大家收看吃播聊财经的第九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V面 欢迎我们的主角陈波老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波 对 酒这个数字一直以来是我的最喜欢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从以前打校对到现在我用的都是9号 哇 原来 对 人家去打社会对我现在也是用9号 打到第9了 对 天哪 那我们今天要吃的是早午餐 哦 一整天活力满满的开始 对 我们看超丰盛 我们现在桌上了 然后这一家叫 风满早午餐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早午餐都是非常丰满的 真的 刚刚我一来到现场的时候 吓到 我在里面看说全天吃什么什么 满满的东西 哈哈哈哈 像我介绍一下这个今天 呃 陈波老师这一道我们叫国王拼盘 哦 国王拼盘 对对对 非常丰盛 然后我这一个叫公主拼盘 哇 那我们刚才在录以前 我刚才在跟VV也在开玩笑说 我可能天生比较娘 哈哈哈哈 我好像比较喜欢吃的都是你那一边 他喜欢吃公主拼盘 对对对 没关系它是应节目要求 所以说我还是先吃国王拼盘 你试试看有没有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食材真的很丰富 都不知道要怎么下手啊 对 然后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不知道太丰富 是因为我们大概有很多工作人员 都要吃这些东西 所以 所以我今天讲话 就尽量离这边远一点一点 紧剩雪 对 远远地把它喷的全部都是口水 所以我就吃这种 好啊好啊 一个一个的东西好了 对对对 这种比较普遍性的 我相信应该 应该会在一定水准之上 有 如果这个 这个应该是香肠吧 还是热口 它是那个德国香肠 德国香肠 好那我来吃德国香肠 德国香肠跟这个美式薯条 好 怎么样 还是个还不错的是不是 就是德式香肠 对啊 就是很简单 可以吃饱的早午餐 它就是不偏不倚的 种了德国香肠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 对 像我们今天要跟陈波老师聊啊 到底现在 因为我们在这么多期 都聊了那么多 冠股票的一些知识 也知道蛮多的了 但是 像我们要怎么去用 就是老师有什么软体 可以介绍我们 就是说怎么去看盘 哦 这个 OK 所以今天 真的是吃了简单的食物 聊了简单的话题 好啊 对啊 因为前几期 尤其我记得上一集跟上上一集 这个观众 真的可以重复 重复不断的看几遍 里面有很多 运喚很多 真的比较深層 比较深厚的那个交易的 内涵在里面 对 有时候听第一次第二次 其实你不一定听得懂 你很要聽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聽多次一點可以融會貫通的絕對不一樣 那這一集就是放鬆看吧 輕鬆看 對 因為剛才李連蛋也講到的 我們聊了很多知識 聊了很多所謂的操盤的技巧 但是很多人聽了很多知識之後 然後真的要下單的時候發現 欸 我要去哪裡下單 對 我也不知道現在 或者是我要去拿你找這些下單的東西 對 所以說我們說 對 所以說要好用的工具跟好用的一些網站 我覺得是很相當重要的 所以說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也真實在使用的那個操作軟體 好 那因為 因為我的開戶是開很多家啦 就是原則上我們台灣大概幾乎有的券商 我大概幾乎全部都開過了 那我但是我用到最後 我最常用的是 三家 對 他們家的軟體是我個人比較常用的 那 因為 群藝也好 日勝也好 其實它的操作介面 跟我們目前在市場上面 完全可以免費去下載的 那個XQ軟體 XQ看盤軟體 它的這個背景跟它的這個視覺性很像 所以說我今天就不在各家介紹 那我就把永豐拿出來多比介紹 因為永豐它比較不一樣的事情是 它不是盤中的畫面好看 它是盤後的資料真的很齊全 目前你老實看的最齊全的一個 對 沒有錯 所以說我 因為基於說當然各家網站或是各家軟體 都會有他們各有所常 各有他們擅長的地方 對 但是我覺得永豐的好處是 它的 它的廣度真的是 比較廣一點點 你說深度有沒有比較深 這當然就是個人見人見智 對 但它的資料之廣 真的有點讓我嚇一跳 所以說 其實我在查資料 我的第一選項 都會先去永豐的網站先去查 或是永豐的看盤軟體去查 譬如說 我現在打開了這個畫面 它就是永豐金控 裡面的那個永豐金證券的軟體 而且這軟體說的 你說要不要錢 只要你開戶就不用錢了 真的喔 當然你沒有開戶 你要請也買不到 對 就是開完戶之後 然後這個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密碼函 然後給你一些相關軟體的 這個下載的這個介紹 然後你就可以去下載了 譬如說我現在打開了這一頁 當然它有分很多種 我就不一一介紹 等大家自己去開戶 自己去摸索就可以了 我就給大家看的 譬如說 最近除權除息的旺季很密集 那很多人就想說 老師那什麼時候除權 什麼時候除息 然後哪些公司要什麼時候 要進行這些重大的這個活動 我們都不知道 你看像永豐他就有一個 所謂的理財行事例 OK 他就把金融世界裡面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就把你整理成一個行事例 然後你一個月打開 就好像我們打開月曆那種感覺 對 你這個月打開你就知道 喔這個月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哇太用心了 對很用心非常的用心 然後當然就其他什麼 基本面啊 公司的財務報表啊 技術面啊 現行啊等等之類的 那就不用太多講 那就肯定有 那是很基本的功能 所以我說像這個一打開 我覺得我會覺得它一目瞭然 哇我也看得蠻清楚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每一天有什麼事情 對 你就會很知道 那有在操作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每一天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或是今天要發生什麼事 你如果可以預先知道的話 有時候可以去做一些正確的交易行為 了解 所以我認為如果是要看盤後的資料的話 我第一推薦是這個永鳳晶控的軟體 對 那再來 我們講的這個 剛才講到的群藝跟這個富邦 他們是我在盤中最常在看的軟體 為什麼 因為它的視覺性比較好 喔視覺性喔 對它的盤中視覺性看起來比較專業 對 看起來比永鳳專業一點點說真的 永鳳的盤中的那個看板軟體 其實它不太人性 對所以說我在盤中不會看永鳳的軟體 我是收盤之後查 對才會看 對才會用永鳳的軟體去看 然後盤中的話你看 譬如說這個是XQ 我說XQ它跟那個 我剛才講的群藝啦 富邦其實他們都很類似 所以說我覺得我先用XQ 大家連戶都不用開的狀況下 自己上網免費就可以下載的這個情形 我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好比較獲手可得啦 上網就可以拿到了 就可以搞定 對但是這麼要提醒大家 這個XQ的這個看板軟體 它有付費版本的 對有免費版本的 大家不要互按了 就按錯去按到付費版本 到時候每個月 到時候每個月 當然要誤換也很難 因為你要誤換之前 你要先輸入信用卡 好 但是我發現有些 我發現有些很腦殘 也不是腦殘 就是有時候智商會笑 他叫你輸入信用卡 然後你就誤一誤就拿出來 然後開始輸入 然後輸入完之後 然後輸入完之後才說 我為什麼要輸入信用卡 傻眼 其實這個 這個在座交易的人 都看似精明 對 但是有時候在下載軟體 然後是在盤中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常常會跟這個 三歲小孩沒有什麼兩樣 就是人家叫他做什麼事 他就會做什麼事 乖乖的 就好像你應該有常常聽過人家說 所謂的聽名牌買股票 就是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你不要跟別人講 那個某某上市櫃公司的老闆 裡面的這個親戚 誰誰誰跟我講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說他的股票可以漲 哪裡啊 你看你聽到這種所謂的內線消息 你會很想買 會耶 這個是來自於這個內線消息 但所謂的 你講白話不就是一個人 然後跟你講一件事情 那你就去做嗎 對啊 其實他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沒有任何根據的 沒有任何根據的 就看滿滿題也一樣 因為現象不管是行銷 還是什麼的 其實說的手法 其實老實講真的是很高超 你有時候會被他自覺當中 你就會被他一步一步帶著 這邊要輸入卡號OK 這邊要輸入身份證OK 然後才可以下等 就一步一步輸入進去 還是會乖乖的 然後就不知不覺你就付費 然後才發現怎麼在哪有少錢 然後你會想說一個人才幾百塊也無所謂 對 就這樣子他們就這樣多賺幾筆 當然我說有需求的 你去下載要付費的 我認為無可厚費 那個絕對有人有需要 對 但是我一直認為像我身為 已經都已經是專業交易人了 所以像我在看這些軟體 我都是用免費的 因為已經是大概懂了對不對 對 主要是因為我們說台灣人真的很幸福 你看除了有這麼多好吃的食物之外 資訊的軟體 資訊軟體 金融資訊 在我們台灣其實它是相當相當透明的 透明到你就是幾乎都是用免費版本的資訊 就被查到很清楚 就幾乎要查什麼有什麼 就大名懶得查而已 懶得查就要付費了 沒有懶得查付費完之後 然後還要 還是要查 還是要查 我說免費的東西其實就很好用 我說像我說這個是XQ的軟體 看版本體的首頁 你看它進去一樣 它就會一個歸類一個歸類 色彩 對它會有色彩也有 然後像它右邊你看它就一個廣告 你會不知不覺 然後按立即了解 就會慢慢被帶入付費了 所以說當然這個是 我沒有說它不好 就是有需求的人它就很好 就是要跑回歸的 你要寫程式碼的等等之類的 你就去用付費的 絕對很方便 你花點小錢就可以省時間 但是如果你只是純粹要查資訊 像我都是純粹用來查資訊 或是盤中它的走勢怎麼走 其實真的它是不太用付費的 它就有很多的歸類了 那我說像它這個歸類很好 你看 跑譬如說一打開 跑譬如說一整天 今天的股票到底錢流去哪裡了 它也全部都把你投機出來 然後走勢在左邊也有 什麼都有 然後再你看像這個 這是年輕人最喜歡用的 這個老人家 有時候比較不喜歡用 是所謂的概念 譬如說年輕人 這個最近的這個iPhone iPhone14不是已經要出來了嗎 然後如果你覺得iPhone14出來會大賣 的狀況下 年輕人通常轉得很快 他想說那我趕快去佈局那個iPhone14 是蘋果的相關概念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像這個Rate都要把你整理好了 搞定了 你看還有蘋果AR的相關概念股也有 蘋果Apple概念股也有 還有在右邊的這個 像右邊的 我記得還有一個什麼 電玩概念股 電競概念股有沒有 這很多都有 還有譬如說最近疫情嚴重 這邊幫你整理出一個所謂的 遠距離辦公室概念股 太多了吧 對就是你想到的什麼概念 它全部都把你整理出來 然後你也不用在自己去花很多時間去找資料 說我現在想 譬如說最近已經有快即將幫 欸應該說現在你在暑假當中了 那可能電動可能就特 大家會想到電動可能在加打 可能這個聲音會不錯 然後你還要上Google去找很多所謂的 有關電動的概念股都不用 這個免費軟體全部都把你整理了 哇太好了 對你就按進去 它是所有相關台灣的上市規股票 做這方面的股票公司就全部都把你列出來 了解 你就點進去就什麼都有了 哇 對所以我說你看台灣的免費資訊 可以語文到這種程度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類似 類似我們所謂的技術線型 我們在前幾集有講過的你看 對你看它的色彩也相當好 而且它色彩還可以自己調整 還可以自己調整 像一般的它的原始設定 它的背景是黑色 整個打開起來就感覺很專業 如果我喜歡粉色也可以放粉色 可以可以沒錯 它有粉藍粉紅什麼都有 好好喔 今天我印象中也是Pinky Girl 你喜歡粉紅色 你可以把它調成粉紅色的 然後譬如說你的這個K-pop 你不喜歡這個紅色跟黑色 你也可以調整自己喜歡的顏色 對 所以你看你可以在自己的看滿滿底 然後打造屬於你的專屬畫面 對 你講做HELLO KIN 你可以跟HELLO KIN 對 所以我說說其實現在看滿滿底 真的它已經越來越人性化 而且越來越客製化 創意當然也是有 因為說真的對 看滿滿宇宙大同小異 那為什麼人家用它的 它一定要創造出跟別人的差異化嗎 了解 對 所以我說其實這樣各行各業都很競爭 所以我說我們台灣的 我一直認為尤其台灣的交易人 真的很幸福 像我們台灣的這個證券交易所 期貨交易所 還是我們的這個金管會 其實它都很保護散戶 所以讓散戶在一個很安全的一個世界裡面 你看其實我們台灣的金融大騙這麼多 但是其實真的被騙的 我跟你講以比例來講 它是相對非常非常少 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金融教育 做得非常非常的 我認為已經到非常的到位了 對 它就是大戶啦 散戶啦 然後等等之類的 他們都會去做 分享什麼的 對 我說我們台灣的金管會啦 證交所啦 其交所 他們都會在台灣各地 做很多免費的巡迴演講 那大家不要想說 免費都不好 no 他們很多免費演講都相當 是真的是針對 精采的 而且真材實料 對 那我今天呢 再問一個陳寶老師 好 像我們現在這種小白啊 對 然後我們就很想要就是 嘗試這種軟體去做下單 可是我們又 對這種太專業的 又覺得很害怕 可是我們 市場上有沒有虛擬可以下單 我可以下假的 然後可以幫你記錄 我跟你講一堆 對 因為我跟你講 證訊交易所跟期貨交易所 其實他們裡面就有一個 虛擬交易的這個盤後資料 所以他們裡面也有虛擬的 但是這個 一般的券商軟體不一定有 所以你要問 其實問你家的營業員 那我給你們幾個 比較唾手可得的 證券交易所跟期貨交易所 裡面就有了 那再來一個 更親近大家的 Yahoo奇摩股市 Yahoo奇摩股市 這個是最不錯的 對 Yahoo奇摩股市在盤中 你要買什麼股票 買幾張 我跟你講你設定完之後 你的投資組合 就全部都翻顯示在那邊 然後你的賺賠多少 手續費跟這個 所以稅定要繳多少 手續費要繳多少 我跟你講它上面 全部都幫你列出來 對 然後你交易證實說 你的未實現損益 以實現損益多少 全部都幫你列出來 沒問題 對 所以你可以講到自己有500萬 600萬 1000萬大戶 然後去Yahoo奇摩股市 就可以做虛擬交易了 好 沒問題 不管今天是小白 還是說專業的 有想要開始進入 踏入這個 做股票交易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我們今天 所提到的一些APP 沒有錯 那些工具 這些武器真的好好使用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陳柏老師 分享 好 OK 今天就聊這個很簡單 很開心 真的 又輕輕鬆鬆 沒錯 下禮拜再跟大家聊專業的 好 沒問題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鏡頭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成為交易贏家的話 陳柏老師有個著名的課程叫做 古奇交易實戰班 那對這個古奇交易實戰班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收看下方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他可以去報名參加我們的清學堂 聽陳柏老師現場為你講解 當然如果你想要有這個馬上 有真人小編幫你講解 這個更詳細的資訊的話 加入古文觀止理財私俗的官方LINE 由我們真人小編馬上為你解說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